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是一直被提起 但柯文怎么说呢 他昨天在议会面对议员巡打的时候 柯文哲说事实难料 那么选的话那也是意外 这是不是真的又暗藏玄机了呢 而对于选总统 当然是要等到2020 才能够真的知道答案 可是啊 这个押新闻这件事 柯文哲把话说清楚了没有呢 柯文哲现在是把责任推给了发言人 他撇清说如果有打电话给媒体 那也不是我啊 对于自己没有亲自打电话 这样子就能够撇清吗 而面对呢 这个记者协会发出了新闻稿 来谴责市政府过去一直以来 其实不只是 除了这个电视台的诚信记者 有关于国安讲稿 AB稿 被压稿之外 其实是有过去 有三个案例是压新闻的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个记者协会 这个新闻一出 反而遭到网友的攻击跟肉搜 批评说这个柯文哲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批评柯文哲哦 而是批评记者协会 那么现在议员就说了 柯文哲如果习惯 用装疯卖傻的方式 糊弄过去的话 那么这样子就能真的逃避监督吗 今天带大家好好一起来看看 可能2020要选总统的人 怎么样来面对媒体 而另外要关注的 当然还有就是 国民党内的2020了 吴敬义跟马英九两颗太阳啊 这个复选PK正在展开 昨天我们讨论到 是吴敬义开拔到 嘉义是帮黄敏慧来复选 而马英九呢 今天则是从早到晚 来陪高斯伯在台南跑行程哦 今天早上7点多 他已经出现在新营的第一市场 而后明明后选人是高斯伯啦 但是民众关心的是什么 确实要马英九再选一次 而吴敬义呢 昨天在中常会则是说了 2020要赢才有机会拨乱反正 好明明都在选2018 大家都知道 可是马吴的竞逐2020的总统大位 是不是越来越白热化 而说到这个台南 带大家来看一个网路媒体 六都春秋最新的台南民调 我们看到的是 黄伟则是以40%的支持度 遥遥领先 但是有趣的在这里哦 这两位 国民党提名的高斯伯是12.1% 比上一次呢 是多了4.1% 但是来看这一位 Quasi Friday Quasi Friday 是11.9耶 两个人的相差 竟然只有0.2%哦 所以这样子可以说是非常小说 甚至于我们说 正负误差都是0.3个百分点 所以国民党这样的气势 真的能够制造南台湾的气势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底马英九的加持 对高斯伯有没有用呢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讯息 持续在延绍当中的就是 北减今天下午会约谈白狼 如果有最新的进展 我们在节目当中 都会随时带你来了解 好 开始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参与的来宾 首先要欢迎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李俊逸 大家好 欢迎的是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钟小平 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员余梅梅 初音好 大家好 欢迎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好 好 开始之前 我们先从这个 跟大家切身健康 都非常有关系的 登革热来谈起 登革热的疫情 以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可能就是发生在南部的地区 但是北部 似乎是没有被讨论跟关注到 今年有没有可能在双北地区 我们要特别提高警觉呢 那么参选新北市长的苏贞昌 今天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被媒体问到了 登革热疫情的说法 带你来看 登革热是法定传染病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过去登革热 比较多的是在南台湾 现在怎么12例里面 竟然有9例 是在新北市 哇 那这很容易重 尤其登革热还没到高峰期 那现在这么样集中在新北市 这个一定要战战兢兢 好好的处理 不然这法定传染病 真的爆发开来 那很不得了 我们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 也请新北市政府要加油 好 这个要算计 但是健康更重要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目前登革热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来 北市其实是已经有2例了 昨天又增加了1例之后 现在内湖文山各有一例 而内湖这1例认为被认为是所谓境外移入的 那么新北的部分 新庄就有9例 而且新庄的病源到现在还没有被获得控制吗 所以呢 现在疫情是北多难少 那么因为潜伏期是有两个礼拜的 所以大家就在想说 这两个礼拜之后 也就是下个礼拜会是一个关键 现在相关的学者就说了 如果8月增加10到20例的话 年底就会累积就会变成100到300例 那么8月如果到了上千例 年底可能就会破万例 那么接下来麻烦就大了 所以我们这个鲜鼻市的议员 来 这个博文 今天中国时报的爆头直接是说蚊子之乱 如果失控会影响到双北选情 你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这个疫情 过去确实在台湾也造成过一些疫情 那过去都是在南部 那这个北部过去登革热比较少 有这样子感觉到会引燃好像爆发开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要非常谨慎 为什么 因为特别在台北或新北 你说像新庄地区也算是新北地区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那新庄隔一座桥其实就是我们板桥 那其实隔一座桥那个互动人员的互动都很多 隔一座桥就台北了 都台北了板桥 我是说这个整个新北最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跟台北最密集的地方几乎都都是可能在这个蔓延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那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 其实我就觉得说 其实今年的雨并不是算很多 那我知道登革热大概就是有很多的积水容器 然后会产生一些结绝 然后产生文营 然后造成这样的一个传染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域一方面这个卫生局要加上宣导之外 各邻里办公室 现在民政局不是说只是忙着说要帮这个这个辅选 不是帮忙着说四处帮这个过去的副市长 刚刚这个辅选哪里可以多安排几场座谈会 广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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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安排去 不是做这些事情 现在应该赶快通认 卫生局结合民政局 透过李林系统 全面的去进行消毒 全面清除了消毒之外 清查各地方有积水的地区 我举例来说 像现在很多 包括在新北有很多新建的建案 工地建筑里面最容易有一些积水状况 那这个部分要赶快去清查 有重点的地区 或者一些像重化区 重化区你知道那个铁梨围起来 这个地方可能还没有盖房子 重化好 里面杂草之深 里面搞不好都会有这些积水 赶快全面清查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 新北市政府各局处动起来 动起来赶快去结合这些管道 赶快去做消毒 然后结合邻里的这个机构 赶快去做消毒 现在不是说权力在动员浮选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触 因为你知道 苏贞昌上次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苏贞昌上次在开一个 这个360度全方位的那个视觉记者会 把他市政主轴全部讲了一清二楚 那场记者会讲的真棒 内容言之有误除了他过去的政绩之外 他提出很多的愿景 而且这个愿景 以我们议员来看都是达得到的 以他的执行力 那我们当就觉得说 这个记者会开得很棒的时候 哇你知道 新北市政府比我们看得还仔细 他竟然在记者会之后 连续大概各个局处只要相关的 反正明明根本就是胡扯的 他也要硬掰一篇新闻稿出来 就是讲到产业的产业就发 对啦 讲到产业什么 讲到社会安全会局就发 都发 就只要有相关的赶快 各局处好像教功课一样 反正哔哩啪 我看那天大概市府从上到下 大概发了大概十篇新闻稿吧 就针对那场记者会 有银金有银金啊 那个动作多迅速你知道吗 可是很奇怪耶 这个疫情爆发 也不是说这两天一直到今天市政会议 出了有人才说要紧盯啊 赶快要要注意这个状况 其实这个每一年夏天都应该注意 那特别新北市服务员很大 我也必须强调因为新北市确实服务员大 那正式服务员大 你市长要那个螺丝要拴紧啊 你这个邻里系统不是光用来这个选举而已啊 你对于这个登格勒的疫情 要赶快进行全面 第一个宣导 第二个消毒 第三个要立刻清查 所有可能积水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所有可能积水的地方 通报完之后 要在一周内或几天之内迅速去看 积水的地方清了没有 这个效率一下去的话 我相信这个新北市 你说疫情会再扩散也不可能 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做 如果大家都还是盲选举 今天啊我跟大家讲 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 但是我不能够讲谁 有公务人员 市府公务人员真的跟我讲哦 说他们晚上为了 你们苏贞昌今天晚上有行程 他们要加班丁耶 苏贞昌行程 为什么你 他们新北市的公务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怕说 苏贞昌市府晚上会突然讲什么 他们都要立即回应 加班回应 这不是竞选总部应该做的事吗 对呀是竞选总部应该做的事吗 可是现在新北市政府都在干这些事情啊 所以我就觉得实在是很离谱啦 那当然你说这个什么叫 现任优势啊 执政优势 可是公务人员不是这样用的 多一点心思放在防疫上 多一点心思放在市政上 少一点心思用在选举上 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朱立伦前两天的时候被问到了 因为开始有媒体关注到了 这个有关于登革热的问题 那么他就讲了 这一次防疫与2015年在台南等地 爆发4万多例 218人死亡 没有办法相比 但是呢防疫工作 仍要好好的全面来应付 这个时候让大家一起了2015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委员嘉义来的 其实我们真的是就像刚刚一开始我开场讲的 大家对于登革热的疫情都会比较记得是南台湾那时候爆发的部分 但是朱立伦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让大家又觉得说 这个好像又扯到别人那边去了 其实登革热法定传染病 他也没有分蓝绿 文子在听不会挑你蓝的或绿的 老实讲这个非常清楚 所以防疫这件事情就必须大家通通动起来 那新北市的问题出在哪里 新北市不是今年才有的例子 如果我们翻一下 2015全国大爆发的时候 新北市不是没有例子 新北市当年有87例 2016没有 2017新北市有全新北市有6例 这也是全国最高的 那2018到现在为止已经有9例了 这连续三年都是新北市是全国最高 那这翻转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过去我们的印象中登革热 因为南部的天气比较热 那那个浮原比较大 所以大概南部比较多 南多北少的情形 对对对 有积水有这些问题 那所以现在发现说连三年都是新北市 这个真的要注意 那我们再从防疫的过程的程序来处理 第一阶段是什么 第一阶段就是县市政府 必须刚刚博文讲到了 必须宣导 必须消毒 必须完全处理掉这个所谓积水的可能性 包括花盆 包括工地 什么都要处理 那新北市到底做好了没有 这个是重点 那疾管局 疾管署也说了 疾管署也说了 因为新北市这酒力发生 已经快超过两个礼拜了 如果下个礼拜还有新力发生 那疾管署就要介入全面接管 就是这个就属于什么 疫情失控的第二个程序了 所以就必须要由疾管署全面接管 所以第一阶段所谓的清除消毒宣导 这些东西新北市到底做好了没有 这才是重点 那新北市长朱立伦讲 2015台南也很严重 赖清德主政也很严重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防疫这种事真的没有蓝绿之分 就是全国大家通通要动起来 那暑假到了就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这不是第一次碰到的 那不是第一次碰到 你新北市到底是真正有认真在防疫 还是你真的像伯恩刚才讲的说 其实你们很多心思都花在选举上 那从新北市的新闻稿 真的我们 因为我现在当党团干部 我们在注意 那新北市对这个 这个登革六的疫情 没有没有新闻稿 但是对苏贞昌的反应是 噼啪噼啪就一直出来 那到底问题在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用心在市政上 那第一阶段就本来就是 县市政府的职责 就是宣导消毒 铲除所有的积水 这个本来就是市政府要做的 那朱立伦赶快去做这个事吧 不要再说 当年台南也很严重 我想民众听不进去 好来小平 现在不是只有新北 台北其实也要注意 是因为这个两个县市的人口 彼此之间的流动是非常高的 比如工作啦 生活啦 其实是很紧密的 你怎么来看 第一个就是他们一天 大概150万的通勤 跟通学 第一件事 第二呢 任何不分难律 任何只要防疫不利 而多一个病例 多死一个民众的话 地方父母官都要负责任 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 朱立伦讲了两段这句话 他说会做好好防疫 那我们就大家来盯他嘛 有没有好好做嘛 第二 那我讲2015他提了赖清德那次 死了218个 为什么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 他不进议会 那时候200天又离全教 所以这是一个前车之鉴 而刚刚维宇也交代了 没有分蓝绿啦 我觉得人命的保护是重要的 消灭病美文是重要的 大家努力做啦 可是不要有任何的政治因素 不管是以前 那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选情 如果真的现在8月像这个 如果死很多人 当然会影响到口友宜跟科文宗宇 当然会啊 所有的选 如果病例变多 有人死亡的话 那一定双北的市长 跟候选人会倒霉啊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那会不会推给中央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则认识在地方 哦 你这么认为 因为你可以跟那个 你跟那个防疫局要资源 做上级的指导 可是真正的防疫积水的去除 还是李林长啦 跟这个环保志工大队 那个才是关键啦 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来 东豪哥你怎么来看 就是说其实媒体当然是先提出 我们都是先提醒提醒 那么再提醒 就是说希望这样的事情是 在一定的控制之下 不要真的就变成是失控的登革热 来影响到选情 可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选情呢 看朱月仁怎么做 朱月仁如果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现有病例 他没有再巨额的增加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之内 你们有听到说 从现在的几例 然后变成几十例 然后变成几百例 然后变成上千 如果这个情况没有发生的话 基本上对于国民党来讲 这个选情影响就非常小 对 甚至你可以认为不影响 第二个呢 是看民进党 因为中央执政 房西当然第一线是朱立伦 那在第二线的 中央执政的民进党 你做什么 因为北部已经很久没有听过 这种登革热大流行的事情 就是你过去虽然偶有案例 但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大流行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中央政府 一定你要把选举这两个都忘掉 你一定要预防 预防它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 由于北部我们真的没有遇到过 多少年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宣导 不管是各个县市政府 这个时候都要很小心的 所以你不要把它看成新北市 但是回过来讲 就是说还是讲一下小平那个 就是说 当初赖清德没有进议会 不是登革热 是因为李全教的汇选案 那当然他不进议会那件事情 大家都有批评 因为不是因为防疫有漏洞 小平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那么急 时间会留给你 所以那个时候赖清德的做法 当然被批评 为什么 对民主政治 对议会监督的一个尊重问题 但李全教也是一个问题 那后来登革热发生 赖清德其实那个时候 全部都投入在防疫 可是那个时候看起来 那个输得很快 那个防疫的洞已经破了 所以当年确实台南造成很严峻的一个状况 赖清德个人的声望当年在那件事情上也付出代价 他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那你再回过来看整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时候真的要把选举这两个字忘掉 因为如果民进党在新北市的胜利 如果胜利 是建议在朱立仁把这个防疫都没有做好 那个洞破 那个代价太可怕 因为是新北市市民要承受 所以这时候你绝对不能想要选举这两次 你一定要记得自己是在中央执政 那对朱立仁讲 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再想选举这两次 选举要丢到一边去 这个时候你是新北市市长 哪怕你的任期剩下没有很长 这个时候一定要全部做好 这个时候谁谈选举 我相信他会有代价的 好 所以说到选举选举 我们当然都希望政治人物能够把选举放开 但是很多时候讲到选举就是敏感 因为选举就是个零和游戏 有条到没有条就是天堂跟地狱之间的差别 当然我们这两天都在讨论就是新北市的选情了 讲到新北市的选情 现在焦点人物反而是变成了要选议员的高家瑜吗 因为高家瑜这个到底是挺柯还是挺姚 现在引发了纷争 而最新的一个高家瑜的脸书呢 是特别写到说什么呢 他呼吁姚文志如果在登记台北市长参选时 考虑宣布辞去立委职务 彻底展现参选决心 对选情一定会有明显的帮助 怎么会是高家瑜来呼吁 到底现在高家瑜姚文志跟民进党以及柯文哲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妹妹你怎么来看 我坐在这边其实我会很有感觉 因为最近的导火线应该是上礼拜五吧 对就坐在我 从你翻白眼开始 我不翻白眼我怕会吐白沫 吐白沫 因为会来凶 我先讲 高家瑜议员你建议姚文志现在辞立委 展现背水一战的决心很好 柯文哲也很担心 柯文哲说蓝绿夹杀他们 蓝绿都有候选人 你要不要劝柯文哲辞去台北市长 展现一下背水一战的决心 你说他会选总统的意思吗 不管他现在就很危急了嘛 背水一战啊 你先是市长条 然后你可以进军总统 劝柯市长 现在就辞市长职务 而且柯市长经常也是把台北市政府 当做台北市他的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我觉得辞市长职务 但是我相信高家瑜不会这样劝柯市长的 因为高家瑜小姐 高家瑜议员非常需要柯市长乖爱的眼神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来 他又开始了 里长 赵绿云 开杂 柯P都来关心 高家瑜愿 姚文志忍呢 这里面他说啊 姚文志是很大度哦 高家瑜一路捧柯文哲 但是姚文志昨天那个选选总部的声明还说 他要去见见高家瑜 他想听听你有什么样的意见 那人家已经这样大家都对你 你继续 你继续用那里长的话 说都没来记我 那柯文哲还来见我呢 用里长的话 他说姚文志应该去找那个里长 对不起哦 台北市党部已经要开杂 这个里长是做到太过头了 你要姚文志去见他 那你是要姚文志来打脸台北市党部吗 那我想可能高议员其实也蛮习惯打脸自己人 因为高家瑜议员 我会记得2014年的时候 你带了一群人包围中央党部 要围堵蔡英文主席 只因为那个时候港湖区 不提名你高家瑜而决定要领让 所以可能高议员从蔡主席都敢打脸了 打脸姚文员有什么关系呢 打脸台北市党部有什么关系呢 高议员这一点倒是很一致 这第二点我要讲的 那第三点我也必须要讲 我一点点时间还原 我那天为什么翻白眼 我相信我已经在政论节目十年以上 我没有这样翻过白眼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心口如意 比较诚实的人 那高议员那一天是让我是很难忍受 因为他一直在帮柯文哲 在做自路性行销 我那时候是感觉说 年代电视就在瑞光路 那边的交通一塌糊涂 高议员你是港湖区的议员 柯文哲做得好吗 我其他都不要讲 但那个内湖交通 柯文哲说内湖交通没救了 你能接受吗 那那时候他一直吹捧一直吹捧 我的感觉第一个感觉是这样 其实我知道 我只要把我心中三个感觉讲出来 其实对高议员 我想会一个严格的考验 但是我忍着 是因为我觉得我基于爱护是同党 我第一个感觉是高议员 选民选你 是希望你要监督市政 监督市长 而不是当市长的啦啦队 你拆掉去就拆掉去 我的感觉第一个是这样 我觉得你辜负选民 辜负议员职责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已经提名市长了 之前高议员在民进党 要不要决定提名之前 一路就是护着柯文哲 那时候就有人说他应该要退党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样对他讲话太重 因为每个人有表义自由 他也在我们面前 好几次在节目说 只要民进党提名 他就一定支持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不过我看他是一路支持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的对手 柯文哲 那我觉得政党政治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吧 如果一个政党 你提名的候选人 而自己的党籍议员 又在那边不断的 免费行销竞选对手的话 我觉得情何以堪 那第三点我必须要说 我那时候现在很想说 高议员我真的要恭喜你 好棒棒 你已经拿到十万票了 因为照道理说 你如果这么欣赏柯文哲 这么崇拜柯文哲 真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真的可以离开了 因为民进党已经提名候选人了 但是你留在民进党 你要拿绿营的票 你要拿这个中间 你要拿年轻科粉的票 你要拿年轻人的票 那加起来 你就可以有十万票 机关算尽 好棒棒 我真的要恭喜你 下次你可以选立委 那最后我只是要讲 他们总有一句话 支持民意高的有哪里不对 我再说一次 你是议员 你不是市长拉拉队 第二 你今天可以寄生在民进党 很简单 民进党我就举1996年选举为例 那个时候彭谢沛 李登辉身世如日中天 开票结果李前总统54% 彭谢沛21% 一半都不到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民进党全体上下 有没有人一个人说 李登辉名义高 所以我们就支持 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没有人 如果民进党在那么坚困的时候 国会都没有几席 甚至这个大败的时候 如果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今天没有你高嘉瑜 可以欺身 可以寄生的民进党 对于高嘉瑜 这个吴玉锦的发了脸书说呢 希望就是干脆 杨文志展现决心先辞立委 这到底是尊严 中严 还是呢 现在已经变成是翻脸了呢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当然现在看到的脸书 或是IG这种社群软体 已经成为政治人物 或者是民众自己用来做自媒体发声的部分 但是昨天 姚文志她的脸书在下午的时候 无预警关闭了四个小时 大家一度以为呢 是被骇客攻击了 又或者是说被人家检举消失了 其实不是 她只是关闭脸书 再出发带你来看 今天是不是有备的来 谢谢 穿着招牌民进党上衣 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 几天没现身 重回话题焦点 绿营祭出党季巩固团结 同一时间脸书莫名下架四个小时 人跟粉丝业好不容易再出发 包括团队 包括我们各种风格策略 然后我希望她有一个重新的出发 所以她是年轻朋友 她协助我规划这个脸书 坦白说过去我们比较触发脸书 重新出发脸书归零 把先前贴文一路删到2014年6月 包括为了洗白惹脑猫奴的爆猫照 发布的动漫TOKI周记也一起消失 她本来说是周记 那些也都还在讨论中 我们每天都在爱猫 姚文志回归营光顾前 接受中广专访借着媒体拓展票源 对基本盘则是由党技出手 姚板第一个瞄准的 是要挺科的美女士议员高嘉瑜退党 说得很清楚了 昨天她的三远声明 那她当然代表我们的竞选总部 毫无疑问 姚文志重整队伍诉求选民 重整脸书诉求相名 竞选策略砍掉重列 三连新闻陈铁专会齐腾到 好 这是最新的脸书讯息呢 我们再来看到对比 刚刚姚文志说了没错 因为他的发言人代表就是总部 所以高嘉瑜就说了 他就说我本来以为退党或开除党籍 只是姚文志发言人他将走火 没有想到姚文志委员本人呢 也证实了这个想法 好 他知道这个想法之后 来 我们往下来看 他说什么呢 科员做得好就应该升科长 优秀的科长也应该升处长 有能力的人往上爬 扩大服务范围 照服 更多人这本来就是对的 因为中央地方名代首长任期不一定 所以造成代职参选 但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任期衔接的问题 也不是参选人的问题 但是他说了 以往如果代职参选会遭遇选情不顺 候选人为了让支持者感受到破虎沉舟的决心 辞去现职往往可以成为选举发展的强心争 可以激励支持者带动整体士气 让胜选气势上扬 因此加于建议姚文志委员 可以在登记台北市参选的时候呢 辞去立委职务展现决心 好 现场呢 有这个姚文志委员的同事 同样是乌一丸 乌一丸你怎么看高嘉瑜 他是一片刺心说要帮这个姚文志来拉抬选情 我不仅是姚文志的同事 我是他高中同班同学 同学 所以其实我讲起来 这个从来没有立委选县市长要辞职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党纪规定的非常清楚 没有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说你要选立委要来选县市首长 你必须先辞职 没有 所以在2014我们如果检验一下 也不是有立委通通辞 通通辞掉才去选县市长 后来有几个人辞了 没错 是林家龙跟魏明谷 他们辞了立委 他表示决心 没有错 但是这个通通不在民进党的党纪的规定里面 那现在我们又怎么样 这一次选县市首长的有四位立委 有四位现任的立委 包括高雄的陈其迈 台南的黄伟哲 台东的刘兆豪 宜兰的陈欧波 都是现任的立委在选县市首长 那所以要不要辞职 当然不是姚文志一个是辞职而已吧 要辞职就是大家要一起行动 那刘嘉宇这招很狠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那到时候要不要辞职 那可是党中央会有一定的规定 一定的动作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那至于高嘉宇跟姚文志 我想现在已经从原来的意见不同 变成现在有点情绪 所谓的党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每年的选举以后 我们都会在登记以后 今年的登记是在8月24号开始登记 登记以后会开始盘整 盘整以后就是我们有没有党员 然后违反党纪去登记参选的 我们有没有党员违反党纪 去帮其他党的候选人助选的 这样我们在各个县市都会做一个盘整 然后对这些伪计的人才会作于处奔 那现在高嘉宇是不是属于这一类 当然还没有 因为根本还没有登记 所以这个部分 党纪的部分也好 或是要辞职委的部分也好 我觉得这都是他个人的情绪 那最重要就是我认为政治人物 长期要被观察 包括在场了非常多政治人物 小平 博文 那我们都在政治圈很久了 那其实要长期观察 长期观察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坚持 民众会在看 所以不是说 现在看这个风向比较好就往这边靠 风向那边比较好就往那边靠 我想民众会长期的观察你这个政治人物 会做他的选择 所以你在说别人的时候 你同时要注意自己 因为民众还是最后投票给你的人 那我是认为说 政党政治本来就是这样 民进党从来也没有规定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如果真的意见跟民进党不一样 或是民进党提名这个候选 你完全没办法接受 那就谢谢 那大家有空再联络 那就如此而已 就是有一个选择 对 就是你要自己做一个价值选择 他有可能在一起 所以这个也是当初民进党 为什么坚持要有自己的理想 提自己的候选人 而没有选择再次的跟柯P合作 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价值的关系 我那么简单 我来董好哥补充 董好哥 就是说现在我来念一下这个王威中 王威中呢 他说高嘉瑜是被政治家暴 王威中说 姚文志是在外面不如一 所以回家打家人 哇这个话越来越重 怎么办啊 民进党是不是出现了 新生代的议员跟候选人 小鸡打母鸡 还是母鸡打小鸡 我威中这个时候 这时候讲这个话 天才火 不聪明 威中他的选序里面 他的选民结构里面 他其实这次蛮左右为难的 那你在高嘉瑜这个事情 现在跳进来的话 你就会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最后的结果就是 谢谢再联络 但民主政治是这样子 他有政党政治的一部分 但是你也不 当然不是以政党为 唯一的选择 本来就是自由意志 本来一个人都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那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呢 如果好一点的做法 就是你离开的那个背影 要留得漂亮 我们如果看几个事情 就是说 蓝世聪 因为在议会备训的时候 直接讲他自治柯文哲 讲很清楚嘛 是 那民进党什么时候处理 你等到候选人登记完毕的时候 你就势必要开始处理了 政党政治嘛 不管跟你柔性 刚性无关 柔性政党也不会同意 一个自己的从政党员 如果又是有投票权的 一个名义代表 去投敌对政党 竞争对手 大家都不会有这种事情 那你可不可以换党 当然可以 可以啊 当然可以换党 换党是你的权利 对 好 那再回来你看今天高家瑜 高家瑜今天这个声明呢 两件事情 含怨含恨 就是 真的就像委员讲的是情绪 不是 这已经不是情绪了 其实就是 他就选择 就是把他台面化 他就做了选择 他就做了台面化 对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事情 你再看就是说 立委辞 辞这个立 就是像姚志他们是立委 然后现在辞到立委 然后去参选这个 姓氏首长 本来这是一个梗 高家瑜就把他破梗 这是破梗了嘛 因为 你辞立委当然是要有那个爆发力嘛 是 那这个爆发力 你爆发力来讲 你一定要有一个酝酿 你不是莫名其妙 我就登记那天 我就宣布了辞立委 那个爆发力就会出来 这个其实是很战术层面 非常战术 这等于连选举节奏都给他 打破了 高家瑜就给你破梗了嘛 姚恩志如果后面在辞立委 你怎么看他 高家瑜讲了你就做了 你完全没有那个酝酿 就是这种做法里面 就是你要表示那种 装饰断碗背水一战 他一定要有铺陈 你要累积情绪 那高家瑜在脸书上发这篇 老娘不爽 本小姐不爽 你不爽也可以 不爽那内部就开战 那民进党这要怎么选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处境 那民进党的处境 其实在今年的北台湾 本来就很辛苦 那高家瑜 因为每天我们都在场 就是我们在看 讲不好听 我们在看笑话 我那天有看到你有笑的 有笑出来 我笑到快要留言 你是觉得他讲得太陶醉了 然后 你从后到后都在讲柯文哲 柯文哲不会是 柯文哲当然有做对的事情 但他也会有做不对的事情 好那你自己政党 你也有个市场候选人 你就算不认同 好不好 就算你不认同 如果你还是同意 认为自己在这个政党里面 认为一个政党的基本论里面 你是不是可以少讲一点 好小平 讲到这边 国民党叮叮盖会很开心 因为 乞官参看北修台 又是所谓泛绿白之间 对不起 我差一句话 好 因为 因为叮叮会不要靠心 如果我是叮叮我就要紧张 民进党如果自己内乱 那么讲 我从头到尾在这场选举 我一直讲一句话就是说 民进党的混乱 是对柯文哲最大的有利 民进党的混乱是对柯文哲最大的有利 所以还是柯文哲获利 那叮叮呢 怎么来看 小平 那要看 这个高家瑜 那后面看陈菊 赖清德跟蔡英文 是怎么挺这个姚文哲 就尖闭亲眼 他的票会 基本上会 比较会回流 这第一件事 对我们当然好 可是另外也好在哪里呢 对卢秀英也非常好 我想外溢效应 因为你只要开杂 尖闭亲眼 就是对柯动手 所以20岁到30岁的年轻票 我们就有多抢夺的空间 在台中市 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威中跟高家瑜都是姑鸟 这两个是同一个组 好不好 只许同一个组 是 然后 他们也没有派系 然后呢 我常常讲 他们交情很好 很好 他们是好朋友 对 然后 有两个女版的任我行 那那个政论界叫周毕寇 然后政治圈叫做高家瑜 我一个历史的往事 你们都记得啦 上次刚刚 美美讲的是 去闹那个蔡英文 对不对 都党部 他小时候闹谁啊 为了李清安 那个选区是 选不过李清安 他都想选 他去闹包围 罗文家 你忘了吗 往事 你想起来了吧 他本来是罗文家的徒弟 他徒弟 而且他助理 罗文家让他当果代 你还记得吧 也就是说徒弟去包围老师就对了 有点欺世面主的味道 是 而且那个群选不上的 那时候国民党就很强嘛 你回想 回想这个往事 他就是 所以今天他这样也不是危机 我行我素 其实他个性就那样 大家习惯就好了 那你觉得为什么 他要逼姚文智来退党 除了说 东豪哥讲的要破姚文智 这个气势 到时候 不是退党说错 实力委 要逼姚文智来实力委 为什么 这个就是帮柯文哲 对姚文智动手嘛 就这么简单嘛 政治解读 因为你不会死嘛 那你不会死 你就选假的 你票就被 就散掉了嘛 这就是高嘉宇的想法 可能啦 我猜这 另外呢 还有一个民调出现 我们是党部有做民调 高嘉宇以前遥遥领先 是 现在变第三名了 现在变第一 初选变 这三个民调 就是他们议员的民调 在英湖南港 第一名叫黄珊珊 第二名叫劝梅沙了 第三名叫高嘉宇 本来第一 为什么变第三 因为绿白分手 他第一的时候是 好像大家要让柯文哲的样子的时候 后来不是分了吗 那民调就迅速 而且很快哦 他的选民都转给黄珊珊 黄珊很高 好 所以是不是民调下滑 也是参考点之一 民调下滑再冲一下知名度 不不不 民调下滑 他那个 他最强的20到35 所以现在大部分是投给了黄珊珊 所以他一定要拿回 这个关爱的眼神 所以对柯文哲好一点 尽力吹捧 对 这是静音 我讲原因 他长久还是看民进党不好嘛 他认为柯文哲民调 比这个总统民调比那个还高嘛 比蔡英文还高 是不是要长久投靠他 只要问他本人 我不能再提他揣测 可长久的话 他投靠 他跟柯文哲非常好了 我在讲 好小评 我只想问的是说 如果就刚刚的民调好了 他从第一变第三 还是民党第一啊 参议完一定掉啊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他要选第一名 他要选立委啊 他为什么要选第三名 这个很清楚啊 而且我在讲两年前啊 其实这个姚文哲跟内湖南港里长 已经走一圈了啦 吃过饭都去拜访啦 然后那这个叫邱碧珠啊 这个南港里长 那个已经劝了半年了啦 我开除他是刚好啦 当然是别 民党家务事 我只是从 因为他心已经是柯文哲的嘛 那已经跟他讲 你不要再帮他助选 不要再帮他拉其他理事长 那他不听 所以不提他 也没开除他 只是不提名嘛 只是也没有对他挡计啦 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啦 像我 我们丁丁也很艰困 我们还是全力支持丁丁啊 就是 这是一个政党政治的 基本的理念啦 这是一个政党政治的 基本理念 但是如果变成了政治人物 为了下一步的跳板的时候 这样的做法应该支持吗 休息一下 我要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高家瑜 现在似乎他的立场上 就是直接杠上了姚文志 虽然表明说是要来帮姚文志 提这个所谓建议 刚刚东豪哥就讲了 这可能是破了姚文志的梗 好 那么对于柯文哲来讲 其实他不只是要选2018 他是不是要选2020总统大位呢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这个钟小平议员 昨天呢在议事堂上 也有问他 那柯文哲怎么回应 带您来听 请教你 你不可以欺骗我 也不要欺骗议长 也不要欺骗270万的市民 如果你选赢市长的话 会不会去选总统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上次记者围着你问 事事难料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事事难料 从字面解释就很清楚了 就是不一定嘛 可能选 可能不选 因为你常常讲一句话说 第二天的早餐 吃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这是你的名言嘛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那如果选也不意外 如果选的话也不意外 因为事事难料 选的话是意外 这个小平议员 在常常上我们正对你节目 一来一回的问法呢 让柯文哲说选也不是意外 等一下会让他还原 我们先来看一下 柯文哲这一阵子以来 对于2020 大家都是怎么样问 他怎么样答 最开始的时候呢 当然说你说2015年12月的时候 2020不会选 那选2014就更不用想了 好 那么接下来到2016年12月的时候 他说如果顺利退休呢 八年任期满了 已经63岁 该退休了 这个时候好像感觉上都是 很保留 到了2017年9月11号 2020选总统 他说太赶了 2024想过三秒钟 所以他慢慢的不一样了 2017年的9月20号 2018选不赢就崩盘了 收起来了 是说谁 2018选不赢 说他自己啦 好 但是呢 2018年的5月 没有政党 财团 组织要怎么选 他说2020 小英还是能够连任 我当然是支持他 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 有关于这个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而且就是民进党 要不要礼让他的时候 有关键期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明确 说他要挺蔡英文 但是到2018年7月 台北市长 他说尽力做好 但是事事难料 因为白绿分手了 再加上88姐 就是昨天呢 问他有没有可能选2020 你看事事难料出来 但他说如果选 就是一个意外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的是呢 包括刚刚我们上个阶段谈的高嘉瑜 现在直接呢 感觉上就是跟 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但是到底是2020或2024 这我不敢讲 那包括从市府退下来的政务官 多如过江之急 你随便去抓一个政务官来问 柯文哲想不想选总统 废话都很想 你到底有没有点政治Sense啊 就是这样子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要去看柯文哲 我认为柯文哲这个人是不可预期的 所以他讲的话 例如说他跟你讲说 有可能或不可能 他讲很模拟两可的话 事实上他的个性就模拟两可 他会视食物 视时机 去做任何变化 更况你不要忘了 柯文哲他最崇拜的人物是毛泽东 毛泽东他哪有什么主意 哪有什么中心思想 他最大的价值是他的利益 所以他可以搞到 他的正底鸡飞狗跳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不按牌理出牌 而所有的思考 都是在他当时 以他最有利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问他说 你现在2020一定不会选吗 谁晓得 你2024才选吗 我怎么知道 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很多人看他 现在就是说 民调声望上来 当然会有很多政治人物压宝 所以政治人物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所以 我说看一个政治人物 要看长期 就例如说 不管你是各党各派的政治人物 你政治路走久了 民众大概就知道 你这个政治人物的 政治性格是怎么样 所以说 你看像这个时候 会不会有人压宝 当然会有人压宝 所以在市府内 民进党籍没有离开的人 是不是就是一种压宝 我举例来讲 像现在有人压宝 可是我要特别强调 我从来不会说 用我自己的道德观 或我自己的想法 去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没有这回事 民主政治 合则来不合则去 这是你的自由意志选择 我都尊重 但重点是 不要讲一些 让我觉得不合逻辑的话 例如说 我们这个 什么 党义不能违背民意 这句话 乍听之下是对的 党义当然不能违背民意 所以 你看在提名 柯文哲之前 为了要不要提名柯文哲 党内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这个意见是经过 多激烈的交锋 多激烈的各方面的资讯的判读 到最后 透过党内的一个初选 征召的一个民主程序出来 大家拍板定案 做成了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说 因为我党想怎么样 不是 你记不记得当时 就是说 蔡奇亚很多市长 还是基杉的民众的声音 还是民调呈现出来的结果 还有很多 继承党员的争议 你也要听进去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 出来就是这样 这个拍板不是一人独断 一人独绝 或者是说 我们党义违背民意 不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民意的 一个征询 结果出来的结果 那拍板定案的 大家就要共同遵守 不是这样吗 这才是一个政党 不是这样子吗 结果拍板定案之后 你又说什么 党义不合民意 你千万不要为了 你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后来毁损 诋毁整个党 或去诋毁其他政治人物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就好了 当时新北市长 在这个党内初选征兆的时候 我不客气地讲 我当时是支持尤锡坤 当时我支持尤锡坤 是因为我上次跟尤锡坤合作 所以我觉得合作不错 既然这个台面上 没有冒出什么新的人选 那我们继续 就上次的模式来打 我认为很有申选机会 后来党内 透过一个民主机制 产生了新的领头羊 最强的领头羊 苏贞昌 我对他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为什么 而且第一时间我就在这里问你 结果民进党决定要提名苏贞昌了 你怎么回应 我一定立挺到底 因为这是党大家最后做成决定 你不能够因为我一个人的意见 或一个人的想法 就是说党违逆我的想法 就是违逆民意 不能这样子 最后党决定 这个推出苏贞昌 我们全力来打 所以你看新北市 我们现在越打越旺 这个领头羊确实有行政能力 有执行力 各方面冲进都有 所以你看我们新北市 气势也打上来 可是如果台北市 我先不要讲说 当然也许这个台北市场候选人 姚文志 姚文志他可能需要 再盘整他的团队等等 可是如果今天姚文志 他要冲的时候 他团队盘整好 要冲的时候 后面竟是一些扯后腿的人 你觉得这个团队冲得起来吗 都还没有要选 就开始在逼说 你要不要先持 要不要先持立委 这个应该是敌对阵营逼的吧 这个应该是敌对阵营 但是说 诶 姚文志你持立委 不然比较 柯文哲算敌对阵营 我先不要讲说 谁是敌对阵营 我的举例 我都是用最基本的 一个选战的基本常识 这个话怎么会是自己人喊呢 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挺我的 这个市场候选人 我会跟他说 你先持 你先持市场 要讲也是 私底下台北市 你先听我讲 你不要打我话 要讲也是我们私底下幕僚会议 做的一个决定 这个是不对要公开的 我不会在脸书上 或公开场合 喊话说 姚文志你要先持立委 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叫做 我全力力挺姚文志吗 所以我 因为我自己在新北市 我真的 我也很亲信说 我们新北市 有这么团结的一个气势 有这么好的领头羊 舒胜昌 带着我们往前冲 所以我对新北市 我是 可以说信心满满 可是我刚刚台北市 人家就等着落水了 等着落水 政治人物就可以看出 他的个性 你那打顺风起 你都看不出来 我举你来讲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之前 我之前回来 让博文继续补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